这弯刀啊虽然看似威力不凡 却并非是兴器 无法像兴斗盾那样 给肉身加持威能 充其量啊只能算是半件兴器 不过即便如此 在如今的情况下 此刀也算是一把极珍贵的武器 韩丽将弯刀浮于背后 继续收敛气息向前而去 祭坛大门后是一条长长的涌道 两旁的墙壁呢 用深灰色的石砖累气而成 散发出丝丝的阴气 涌道颇为宽敞 宽只有三四丈 高却有两三丈 而且呢这里不知为何 光线极为暗淡 只能看清前后十余丈左右的距离 走在这里啊 给人一种异常压抑的感觉 韩丽眉头微皱 向前凝望了几眼 继续迈步向前 不过他走得极为小心 唯恐脚下的地面 或者墙壁内再跳出一头傀儡 或者别的什么 好在他的担心没有发生 巷里走一顿饭的时间 并未再有袭击出现 而且啊 一个散发出淡淡白光的出口 出现在前面 韩丽精神一震 立刻加快了脚步 踏进了出口 他只觉得眼前一亮 一处方形大厅出现在眼前 此厅面积足有数百丈大小 屋顶镶嵌了一颗颗白色的银石 散发出明亮的白光 将这里照射的灯火通明 大厅内并非空无一物 耸立了一尊尊大大小小的石像 这些石像或卧或占 表面上表情也是各异 有的满脸兴奋 有的充满痛苦 容貌神情竟然无一相同 而且栩栩如生 看起来异常诡异 韩丽眼见此幕 面露惊讶之色 就在此刻 他视线中出现了一点白色残光 下一刻 这点残光啊 迅速无比地变大放掉 仿佛星辰从天而降 势不可躺地吸向他的面门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韩丽面色豁然一变 身形一晃之下呀 迅疾无比地朝着后面击退 与此同时 他手臂一动 背后弯道凭空出现在手里 绕着自己的脑袋旋转 勘勘抵挡住那道白光 勘腔一声巨响炸开呀 一股巨力从白光中爆发而出 韩丽迟到的手臂 骤然震颤了一下 他整个人本就在迅速地后退 这下退得更快了 几乎控制不住身形 被震飞了十几步 才勘勘地稳住了身形 不过那道白光也被他震飞 咕噜着打着转 倒射而回 韩丽此刻才看清那白光的本体 却是一柄形如灵蛇的白色细件 表面星光点点 俨然是一柄不错的星气 紧接着 只见一道人影 从一尊石像后涌出 伸手接住了蛇形细件 赫然正是风无尘 本想一剑 将你脑袋射个对穿 给你一个痛快 没想到你小子倒是机灵 风无尘看着韩丽甜甜嘴唇 毫不掩饰眼中的森人杀鸡 韩丽眼睛一眯说道 哼 风无尘 没想到我们还真是有缘呢 或者说 冤家陆窄 刚刚那一集 风无尘的力量 似乎比先前擂胎交手的时候大了许多 莫非对方在大虚中有何奇遇吗 冤家陆窄 说得好 先前在修罗场中人太多 我没有使出全力 加上一时疏忽 才让你钻了空子 此刻这里没有其他人 我要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风无尘 眸中闪过一丝凶狠 似乎对自己极有信心 韩丽文言心中微微一松 缓缓地说道 我们先前虽有小又争执 不过也是各位提主 此刻大虚中有溃成之人 你和我毕竟属于玄成一方 此刻何必再生无谓的争斗呢 怎么 想求饶 晚了 当日玄斗台上 你让我在义父和所有人面前 如此丢脸 无论你如何祈求 今日 你休想忽着离开这里 风无尘 眸中闪过一丝刻骨的 怨毒的光芒 另一只手中白光一闪 多出一柄蛇形细剑 韩丽叹了口气 淡淡地说道 唉 如此说来 阁下是非要动手了 风无尘发出一声争笑 懒得再说话 脚下一步踏出 他的身影 陡然变得 隐隐绰绰起来 下一刻 便跨越二者之间 数十丈的距离 凭空出现在 韩丽的身前 他手中的 两柄蛇形细剑 刚刚抬起 便刺在 韩丽的胸口 从风无尘 身影消失 到双剑 刺在 韩丽的胸口 完全没有时间隔间 速度 比起当日 玄斗台大战时 快了几乎倍率 而韩丽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似乎全然来不及反应 风无尘心中 原本有些忐忑 眼见此景 顿时如释重负 目光从双剑剑尖上移开 朝韩丽脸上望去 他要看到此人 绝望惊骇的神情 已彻底洗刷 之前的耻辱 然而 当风无尘抬起头时 看到的却是一双 冰冷而平静的眼睛 风无尘心中 不知为何 猛地咯噔了一下 随即 只听到 砰的一声 他手中的双剑 已经被一股 可怖的距离 荡开 他双臂一阵 虎口发麻 双剑几乎脱手震飞 风无尘心中大害 脚步连挫 身形陡然间变成了一道 迷蒙的幻影 瞬间倒射出百丈的距离 满脸惊骇之色 韩丽看着风无尘 淡淡地说道 既然你坚持要动手 那我不介意成全 话音一落 韩丽身上白光闪烁 一个接着一个的玄窍光芒 浮现而出 237处玄窍尽数光芒大放 向外喷射出一道道耀眼的星光 韩丽身周十丈的范围内 空间瞬间炸裂 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尖啸之声 一股庞大到无法想象的威压 从他身上宝霸 朝着四面八方 暴散而去 整座剧厅不断地颤抖 厅内的那些石像 尽数嗡嗡地晃动 风无尘望着韩丽身上 两百余处玄窍 谋中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口中惊呼出声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有这种实力 面对韩丽突然展露的实力 风无尘微微有些失神 但是紧接着就豁然转身 朝着大厅深处 激掠而去 那里还有一个入口 显然是通向更深处的 韩丽脚下一动 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 地面轰隆一声 地面一个大坑 无数碎石飞溅 风无尘刚刚逃出十几丈 身后奸笑之声大起 一道模糊的白影 迅疾无比地追了上来 深周带着滚滚白色气浪 眨眼间就到了他身后 一条粗壮的手臂 从气浪中如电般地伸出 上面的玄窍更暴射出 道道明亮无比的星光 肉眼几乎无法直视 一砸而下 附近虚空似乎被一拳引动 尽数弯曲 大片的空间 层层叠叠地压下 风无尘身体一紧 一股股空间压迫之力 从四面八方涌来 使得他的速度啊 骤降 他面色不禁狂变 直到不能逃掉 闪电般地转身 两柄舌剑交叉挡在头顶 体内所有的力量 尽数蜂拥而出 注入双剑之中 耀眼的星光 从舌剑上爆发 舌剑上浮现出 一颗颗星辰光点 足有十几个 166一宁之下呀 化为两柄 树杖大小的星辰巨剑 交叠在一起 试图抵挡着 破天一拳 寒利拳头砸在双剑上 咔嚓一声 星辰巨剑瞬间爆裂 化为无数星光碎屑 朝着周围爆射 两柄舌剑也寸寸碎裂 化为无数碎片 而风无尘的身体呢 也仿佛一根木柱被这惊天动地的一拳 轰进了地面 双脚齐膝之下 瞬间没入地面 金色的拳头没有丝毫停顿 打在风无尘的脑袋上 风无尘满脸惊骇之色 身体完全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更别说闪身躲闪 耀眼的白光在寒利拳头上狂闪不已 瞬间淹没了风无尘的身体 风无尘的身体在白光中寸寸碎裂 和那两柄舌剑一样 转眼间呢 从头到脚 尽数化为了碎片 寒利身形此刻才浮现而出 身上的星光一闪 尽数脸去 附近翻滚的气浪也平息消失 他面色平静收回了手臂 即便风无尘在这大虚内有什么奇遇 实力再怎么提升 短时间内也绝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他原本不想无故地杀人 不过既然对方硬是要凑上来 他也不介意送他去往生 寒利迈步正要向前走去 呼得轻疑一声 望向风无尘刚刚站立的地方 弯腰伸手一抓 没入地面抓出一双白色长靴来 这靴子通体银白 似乎是用某种特殊的兽皮制作而成 摸上去柔软中带着极强的韧性 靴子上面铭刻着一道道白色星辰符文 脚踝处还有两个弯跃图案 这靴子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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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